彰化一年王姓男子去年从房地产广告 看中了一栋标榜清屋林十年的中古透天措 花了1320万元买下 结果点焦的时候听到邻居说 这个是烂尾楼改建 四层楼的透天措占地40平行车库 而且又位在彰化和美的知名商圈 不过王姓屋主在去年购屋点焦时 却惊觉被诈骗 购卷停工应该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 原来屋主去年八月从仲介公司广告 看到这间透天措标榜清屋林十年 行动砸下1320万买房 没想到12月点焦时听到街坊邻居说 这是烂尾楼改建 屋主化身柯南追查才知道 这种房子最初建造在1992年 后来因故停工荒废11年 直到2012年才由另一家建设公司 取得产权续建完成 等于卖到时 屋林已经超过30年 认为房仲卖房房屋资讯 没完全透明公开 就是诈骗 气炸极高 我认为这个差别在于 仲介公司 他并没有把钱断 那个烂尾楼的部分 一并跟买房降 仲介公司表示 他们对屋林认定是采取 使用执照取得的时间来计算 法官也认为这样没有不对 不算诈期 但房仲没向屋主揭露 房屋已存在30年的事实 导致有误认 因此判决屋主胜诉 交易撤销 等于屋主可以完整取回 卖房的1320万 记得我们真话 这么多